28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和中方的关系 前所未有的兼顾 同一天 中共外交部宣布 中共外长王毅将在30日31日两天 主持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拉夫罗夫也将出席 不过 上个星期 北约秘书长史托特伯格才呼吁 北京不要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经济或军事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更直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白宫甚至暗示 如果北京支持俄罗斯 美国将向中共施加二级制裁 同一天 中共中美大使秦刚接受陆媒凤凰卫视专访 秦刚在采访中表示 中方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和施压 中方希望并要求中俄之间正常的交往与合作 不能受到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驻美大使馆在拉夫罗夫发言的前一天 公布了采访全文 秦刚的回应是否预示 美中贸易战可能再度开打 也就是美国可能得要同时与中俄两国两面开战 后续发展受到关注 新唐亚太电视 林玉堂张其林综合报导 是 那